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咕嚇誰人知道 照片台灣大小行 走對著鄉庭的腳步 來去行啊來 沒錯 今天行啊來 鄉庭又要來出任務了 出什麼任務呢 就是要來找尋 食物中的配角 可是呢 它卻是這個食物當中 少了它又失去了靈魂 非常重要的 古早味的酒菜 沒錯 就是這個古早味 這個阿公阿嬤最愛 最愛這個口味 可是啊 大家都說它是古早味 到底能不能吃出它的精髓 跟它的靈魂呢 我今天就要帶大家來找靈魂囉 那我來找阿嬤一下好不好 阿嬤你現在在哪裡 小姐 差一點 差一點 你不是姓家鄉庭嗎 唉唷 你也知道喔 想不到 這位帥哥 叫我趙龍就可以了啦 好 趙龍帥哥 我想要請問一下 既然你在這邊嗎 因為我聽說啦 這邊有做很多這種 吃東西 古早味的酒菜啦 它不是什麼啦 豆腐啦 很多很多都是做傳統的口味 是食物當中的靈魂 我今天有這個神聖的任務 所以我不知道在哪裡耶 你就已經在這邊了 你已經找到了 就在這裡 我找到了耶 沒錯沒錯 就是你嗎 對就是我 就是我們這裡 真的喔 沒錯沒錯 真的千辛萬苦 真的得來不費功夫了 對不對 終於找到你了 好 來走 我帶你去看看裡面 耶 原來我要尋找的古早味 就在這啊 到底它這麼受歡迎的秘訣 是什麼呢 藏著怎樣的秘密跟故事呢 讓我們一起來一探究竟吧 像妳在這裡 蛤 不會吧 欸太誇張了吧 全部滿滿的 欸欸欸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它 我在找你啊 阿嬤我找你很久了 就是這個啦 酒順耶 對這個傳統的酒順 喔 我跟妳講 這個酒順喔 如果入菜 看妳要煮湯 要蒸魚 或是妳直接這樣喔 把它拆開 也很好吃耶 味道都很適合 你知道嗎 這裡當然是所有料理裡面 人家說古早味的靈魂 喔 找好久了 自從阿嬤沒在的都沒人做 我吃 對阿 像妳要告訴你 除了這個酒順以外啊 我們還有這個 硬飯粿跟硬紅蘭 這兩個味道也都很好 也都是我們傳統料理 跟醬菜的傳統 好傳統 這是傳統三兄妹嗎 嘿 差不多可以這樣子講 對 而且我只能說像這個 印象鳳梨 你來做鳳梨苦瓜湯 對 我們最常見就是 現在天氣熱的時候 配古瓜 對 鳳梨古瓜雞湯 這個非常好喝 我光看到這個 我就一直生吹爛 感覺這個鳳梨都生吹爛 對 像這個印象中秋瓜 像這個印象中秋瓜 像中秋瓜的部分 像我們傳統的話 就會把它 先把它攪碎之後 然後拿去做蒸魚 比如說一條魚 把它攪碎之後 鋪在魚上 然後就去請蒸 有有有 對 我去那個古早味餐廳 有人這樣做 我們那種傳統中餐廳 很多都會這樣子做 或者是說 攪碎之後啊 跟那個攪肉一起做成肉丸 把它蒸走 蒸豬丸子那種 對對對 那個也都非常下飯 你們真不夠意思耶 應該把這個料理都講 有講出來的都要做出來的 全部都做出來吧 對啊 但是我有個疑問 因為我說實在 雖然我很年輕 但是我看過阿嬤做的 他做這個印象鳳梨 對 都很黑的耶 為什麼 你的顏色是這麼的清澈 對 其實像這種 新的東西 其實顏色深淺 其實是自然的啦 對 不是說黑就不能吃 其實有時候黑 反而是它 更熟 更入味 喔 所以說其實傳統來講的話 以前阿嬤做的 他可能 現在生下去可能 會花很多時間去吃 因為他一次都做很大魚 對 所以它就是慢慢吃慢慢吃 其實它 剛熟成的時候 顏色就是這樣子這麼漂亮 就是顏色淺淺的 剛熟成起來 對 對 它會越來越熟 越來越熟 然後顏色會越來越深 原來如此 看看這個漂亮的色澤 真的是讓人口水之流耶 好 來那你接下來介紹 這個這個 倒露 我說實在喔 如果說要吃倒露 我實在是沒什麼信心耶 外面很容易吃到 超重 對 超重 太鹹 不然就是都沒露味 太鹹的像這個 就是 外面 外面是一回事 吃起來又是一回事 就是 很失鹹 對 有時候會遇到這種情緒 因為這就是 做倒露的時候 你鹽的比例太重了 它加很多鹽味的讓它 可能不容易 不那麼容易腐敗 比例的部分 對 那我要試喔 好不好 吃吃看 我嘴巴很刁喔 我很有信心 經過我是不容易的喔 好不好 我今天來這裡找阿嬤的古早味 對不對 我的任務非常的神聖 各位觀眾 我來為大家品嘗 這個阿嬤的豆腐乳 其實它這個喔 你吃起來它口感其實會比較 滿綿密的 很綿 對 因為其實像我們做豆腐乳 有兩個目標 第一就是這豆腐乳 會Q 對 要會Q 你講到重點 會Q 它很像棉花糖 對對對 你在吃的時候它很像那個棉花糖的那個 有點Q彈 對對對 而且很甘 對 唉呦 唉呦 你們都是真的 這個心肝飽味 很甘的東西 對不對 唉呦 這個非常好吃耶 所以它這個算是傳統的嗎 因為我剛剛看你那邊擺很多 有好像很多種口味的 我們目前其實台灣來講的話 就是這種 這種甜鹹口味是最傳統的口味 我忍不住想再吃 我們最常吃的 我來破一隻好不好 這上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種刀剝 就是要發酵豆腐乳 必備的那個豆子 就是它 就是烤它讓豆腐熟成的 整罐豆腐能夠變得這麼綿密乾甜 它就是最大的工程 對 關鍵就是它 你看我還會吃第二口 你就知道了 對 真的有夠甘的 而且那個綿齁 你會在嘴巴裡面 很像那個奶油的感覺 對對對 那化開 整個口腔都是 那個豆腐乳的那個香濃濃郁的味道 對 這個你如果下去煮那個什麼 豆腐乳也可以入菜喔 可以煮很多種耶 有的炒菜也會用 對 或者是 好像有那種豆乳雞 可以叫做什麼 豆乳雞啊炒粿 都可以 是不是 姐姐會的好不好 有沒有 我是不是很專業啊 不管是豆乳雞 還是炒粿 跟豆腐乳真的是絕配啊 這個是 辣豆瓣醬 這是剛剛我進去看 比我還要辣的那一隻辣椒嗎 對 太鹹了吧 因為我們的辣椒 都是用台灣本產的草田椒 我們就是原則上 因為我們農產的部分 可以的話 我們要嘛就是自己種 不得以的話 原則上也是盡量配合台灣的農民 對 我們可以台灣買的 然後盡量用台灣的農產 當然當然 老瓜很彈啊 我們自己做這樣對不對 所以 裡面的辣椒是台灣本產的草田椒 不很辣啊 但是很辣沒錯 所以說今天我拿的是 豆瓣醬 辣豆瓣醬 我不是拿我們那一罐最辣的 珍珠辣椒醬給你吃 不過沒關係 這個也可以試試看 最主要吃這個豆瓣的 它的甘甜 而且你知道豆瓣醬 拿來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如果算羊肉或是算牛肉 對 沾那個豆瓣醬 沾醬類的東西 就非常的對味 它很好用 其實如果煮的人 都可以自己煮菜 像那個豆瓣醬 平常的話家裡就是 比如說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用豆瓣醬 也是用豆瓣醬 再加一點花椒粉 你是不是跟我們一樣都說的一口好菜 差不多啦 因為我有看都會看 我也都用說的 我不太會做 旁邊指導的 對對對 但是我都很會嘗 真的 我這個是好品塞 加上這個敏銳的味蕾 現在要為大家示範的 就是平常 古早味的豆瓣醬 太辣了 好辣喔 很好 太辣了 太辣了 辣 喔 好辣喔 好辣喔 對 可是它辣很香 你這個辣有點像人家 我來鎮定一下 它那個辣齁 是你會覺得它有那種四川的那種辣味 而且是 我要怎麼形容那個辣呢 因為潮天椒的那個它的辣度 麻 對 會麻 它辣到會麻 因為它的 因為我們用潮天椒就是那種小條的辣椒那種 跟一般我們常見大辣椒 那個辣度其實可能差了三十倍以上 但是這個辣我覺得很可以耶 你如果拌一點麵 你如果煮乾麵 對 其實拌一點這個豆瓣醬 會超香的耶 沒錯沒錯 我覺得很不錯 其實雖然是我不吃辣 可是這個辣味的辣度 它就是連口腔到現在都是麻 對 不過其實它有 因為其實 當然我們直接吃 就是用沾東西 對 比較不會直接像這樣 比較不會這樣吃 所以說這是一種勇氣 而且這是最能藏出 是不是有古早味 對對對 因為你知道其實 人家講的柴米油鹽醬醬茶 你要料理 這些東西都是必備的 你缺一味這個東西 你就煮不出來那個味 對不對 大家都說古早味 你的古早味是什麼 你就是要煮出這個味道 這真的是吃到阿嬤的 真的 讓我一直想到我阿嬤 雙手摸著那個熱鍋 端著那個雞湯 來給我們吃的那個畫面 會懷念會感動 對 真的會懷念 對啊 那這些我都不陌生 這個是蒜頭吧 不是喔 這個是 叫頭 不是蒜頭 是叫頭 叫頭 我們傳統還有 有的人會講說這叫 肉油 肉油 或是牛頭 牛頭 對 不是 不是 那就是我們用國語講就是 鹿橋 或者是叫頭 橋頭 這種東西 這個喔 我怎麼看它都像蒜頭耶 它的味道其實有點像蒜頭 這是台灣的嗎 這是台灣的 台灣的 台灣的叫頭 種出來才會長成這樣子 就是小小的 像一般外面如果是進口的那種 對 它其實都很圓 很比較大一顆 圓圓的一顆 我們台灣也是那種傳統的 種出來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這樣 這個醃糖醋的 它剛好有甜 你可以中和一下你剛才的辣 酸酸甜甜的 好脆喔 對 因為這個很新鮮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是 採收的這個 肉油的季節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新鮮 那這個甜味是 糖跟 它本身它自己帶出來的甜味嗎 它本身其實它的味道比較像 蒜頭洋蔥那樣子 它其實有那個辛辣味 然後可是它裡面的甜就是糖 然後酸就是醋 去把那個味道給吃出來這樣子 蠻特別的耶 因為那個 當小菜的 對對對那個脆感 有點像你在吃泡菜的那個 對對對 可是泡菜是冷的比較香 對 它不是它是很爽口 對 它又沒有那個 蒜頭的那個辛辣 對 其實會散嘴 對 你這個如果配 欸 你有麻煩嗎 哈哈 你沒來一碗麻煩對不對 對 這要配白麻 這就是我們真正當地的古早味 我們快來煮一粒 看著老闆對每樣產品的特色 威威到來 完全可以感受到它的用心與熱情 或許 醬菜在料理中只是配角 但缺少了它 就是少了一味 少了我們記憶中的那份古早味 真的很不簡單耶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 舊菜啦 舊菜是家家戶戶必備的 一定都會吃到的 所以呢要傳承這種古早味的好滋味 一定要很用心去製作 用心去研發 所以真的很不簡單 而且跟你說實在 到你是第二代 第二代 做幾年了 30 30多年 你明明看了18歲而已 做30幾年他奇怪 沒有 因為前面 爸爸那邊就開始這樣 開始算了 從爸爸那邊就開始 創業做這個醬菜 對 我覺得真的很不簡單耶 而且說實在 年輕人都不是出去打拼 出去做白行工作 願意來做這個古早味的醬菜 我覺得 很用心啦 很用心 也是一個傳承 對 真的是一個傳承 嗯 那我們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傳家寶 傳家寶 看一下 真的嗎 對 從爸爸那時候留下來的 等一下 爸爸還在啦 比如說 這個東西是他 在做生意方面 對 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 從裡面去想到一個理念這樣子 哎唷 很好喔 我喜歡有故事的 那我們來看看囉 走 載你去 哇 這個辦公室真大耶 翔天你猜猜看 我剛才講的傳家寶 是裡面的哪一樣東西 傳家寶嗎 對 姐姐 走跳社會多年 我跟你講 絕對是這個 巨寶盆 而且呢 以我的判斷 他是將近有千年歷史的 Kinoki 有沒有 當然是巨寶盆啊 看著知道要讓你們賺大錢 大富大貴 對不對 這絕對是傳家寶 這個意義不錯 可是 不好意思 猜錯了 再猜猜看 對 猜對有沒有講啊 對 我跟你說 以我爸爸是畫家 我是畫家女兒的身份 放眼看過去 那一幅牡丹圖 這個少說是明朝時期 或者是陶淵明所手畫的 對不對 花開富貴的牡丹圖 陶淵明明前 自原諒 自好無有先生 詩 詩 詞 小說 皆有很高的成就 就是沒有畫過畫 湘婷 你不是畫家的女兒嗎 這個 用意也很好 沒錯吧 你看 不是那個意思 不是 對 那也不是這個也不是 啊 傳家寶就是你啊 你是爸爸的性跟寶貝傳承家業的人啊 我怎麼這麼聰明 真的是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 我們所講的傳家寶就是 後面的這一支秤 這支秤 這支秤 為什麼 為什麼是磅秤啊 磅秤其實 留的兩支磅秤其實是 當初其實爸爸剛開始也是先從 做小生意開始 剛開始我們其實確實不是 做這個 不是做醬菜啊 不是做醬菜 是喔 是 但是因為做生意的時候 然後 因為其實從先從他自己做生意開始啊 然後他那時候用了磅秤 就留了一下 可是其實 這個是 我們做 產品的一個 理念啊 就是說 其實不論是做什麼事情都一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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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支秤一樣 就是 我們做東西不論做什麼都要公平 然後要實在 那這個是我們 不管是 做任何事情還是做產品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這種 用心 這個理念想法 用心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 以這個做根本啦 就是說人不能忘本 雖然說你可能現在 在事業上的版圖是有拓展 但是呢 也不能因為這樣說 我就是去 去 去簡略了哪一個步驟 對對對 因為畢竟是古早味的傳承 對 雖然 不是什麼貴重值錢的寶物 但是這個磅秤代表的 正是爸爸 所想傳承下來的精神 實在 不忘本 這就是我們最古早味的 台灣精神 對 對 對